好我们来看这个十家登录之后呢 告诉我们很多这个房价的秘密 比方说2500多万 你觉得可以买什么呢 很多人觉得应该可以买豪宅了吧 不是在这里只买到了一个小套房 地点是台北信义计划区的松晴路上 总价2598万算一算呢 一坪单价标破了146万 可以说是全台湾最贵的小套房 设计感十足的玻璃帷幕 搭配白色塑铝板建材 这栋充满都会气息的住办大楼 戒备森严 外人一靠近 保全马上上前询问通报 全台湾最贵的小套房 就在这栋大楼里 小小的15平空间的套房 能够卖到2598万 都因为作用国际级警官台北101 以及世贸金融中心和捷运地利质变 就位在松晴路上 旁边还有新一区最贵的菜园 这六年多的房子扣除公设和车位 15余品要2598万 平均每瓶单价146万3 同样的价格如果在新北市 已经可以买到30到40平的新城屋 房价高的叫人下不了手 统计最近10个月的交易 套房占住宅买卖的比重将近三成 中山区就有789笔的交易记录 是北市套房交易最热络的区域 新一区套房平均总价1201万 也摘下最贵套房区块的宝座 因为小套房整体来说的一个总价是比较低 所以入门比较简单 但是它就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 可能银行贷款的成数不见得 可以到7成或8成 想在台北市成为有壳一族 其实北投文山大同和万华区 平均总价低于700万的套房都还看得到 只是无论投资或自住 房价平创新高 财政部在下周一还将举行奢侈税公听会 不论是延长课税年限还是对买方课税 专家认为最快下半年恐怕会有一波逃命潮 放假到时候也许有波动 中文新闻陈建雄林轻易台北采访报导